有点感动我也说不出来 我看她释放了啦 结果她也真的是哭翻了 25年来她真的是拼均她的权利 然后她也真的是做到了 一路上讲真的 我替她很开心 第一个是不打扰她 把她金牌先拿到这样子 然后后续的话再慢慢跟她聊一下 台湾全景女将林云婷 胜利在巴黎奥运拿下金牌 而这也让她完成了金牌大满贯 甚至也缔造了全新的历史记录 所以包含像是她的老家是在英哥 今天非常多的礼民都来帮她庆祝 除了有放鞭炮之外 其实也贴上了红榜 而林云婷的妈妈刚刚也接受了访问 其实对于云婷的表现非常满意 让我们听一下稍早访问 这15年来她真的是拼均她的权利 然后她也真的是做到了 一路上讲真的 我替她很开心 然后有点感动我也说不出来 对啊 我看她释放了啦 结果她也真的是哭翻了 你有传讯其实就是安慰她吗 她其实她是很坚强的 然后我们都是 两个个性差不多啦 我也知道她的个性怎么样 所以第一个是不打扰她 把她金牌先拿到这样子 然后后续的话再慢慢跟她聊一下 好 我可以听到其实玉婷妈妈说 她对整个这个过程还是蛮心疼的 尤其是玉婷这一次又经历了 所谓的性别风波 不过接下来玉婷回来之后 还是希望可以好好的拥抱她一下 至于接下来回台之后 有什么样子的规划 妈妈则说一切都交给玉婷来决定 也希望玉婷在未来征战 任何赛事都可以有更好表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